大家好 蝴蝶兰花败之后 我们不要量检 不然真的没花看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如何修剪蝴蝶兰 很多花园都知道 蝴蝶兰开过花的节点 是不会再开花的 不过我们要仔细观察顶端 顶端这个生长田 它是会继续生长的 也会从这里蒙发新的花芽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花稿 这里蒙发出了新的花芽 顶端也是新的花芽 所以蝴蝶兰花败之后 我们不要乱剪 不然真的没花看 花败之后 又重新蒙发新的花芽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是用长下的磨肥 磨肥一年只用一次 直接放在根式部位 能促进蝴蝶兰花芽分化 开除品质高的花朵 好了 喜欢蝴蝶兰的花芽们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不用剪 只要充足的养分 它就会重新蒙发新的花芽 好了 再见